朱鸿寺的列宗 洁白的四肢 优雅的身形 这匹神兽名叫吉亮 横沃于溢水之盘 《山海经》中记载 齐承它以后可以祸首千年 在北京军都山黄花城水库边上 这样的雕塑还有六十余作 眼前的神兽雕塑均出自 中国当代艺术家邱启金之手 他们都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兽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有六十几个 大大小小 等于前后 它的时间从八到十年 应该从一二年一三年就开始 两千年来 无数的鲜线文人 曾发挥无尽的想象力 描摹《山海经》中的神兽 但以立体造像大规模出现的 这是第一次 我们能见到的 传统遗留下来的 立体造像的神兽是不多的 除了早期的宁木兽 还有后期观望人家的 我们门口的大狮子 所以我在古代绘本这里面 这么多二维平面的一些神兽 我就想把它变成立体的 那就可以填补一部分 神兽的一些造像 《山海经》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中国现金古籍 包括地理 历史 神话 天文 动物等方面的诸多内容 《语义经》 《黄帝内经》 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 如何解读这些传统文化 邱锦靖选择了用更直观的方式 我觉得大众更容易接受 它更直观 因为大家现在去看一个简介 看一个神兽的一个个人简历 觉得很费劲 不想花这个时间 对 如果能够把这部分进行解构 然后再建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 重新再建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四个翅膀六条腿 没有蹊跷的混沌 内心善良 连青草都不践踏 只吃自然死亡的生物 体型如老虎一般的作物 其壮如扬身人面 目在叶下 吃尽一切的饕铁 在艺术家看来 贤民面对未知识的 坚韧无畏的态度 是书写下这一些 伟大想象力的基础之称 东方文化它一直 重参的是柔的文化 里面有非常积极的一面 但是它的积极一面 是又被隐藏起来的 它又不是彰显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可能中华民族的一个 坚韧性来自一个柔韧性 我们经常讲的最厉害的东西 是以柔克刚 这样的一个奇幻神兽乐园 受欢迎程度 让秋其境始料未及 其团队拍摄的短视频 在短短数月之内 就吸粉70多万 尤其是在小朋友当中 人气高涨 相较于迪士尼乐园 漫威英雄人物等 被中国的普罗大众所熟知 秋其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有更多的精髓值得挖掘 中国的这个文化 就我们的广度及我们的深度 能够走到多远多深 及能够消化掉多少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今天的中国人 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去思考的 这就是我们未来能走多远 也得看这一部分 秋其境希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把山海经中的469只神兽都做出来 它会是我一辈子的成长日记 秋其境希望这些神兽 未来可以在中国到全球去展出